這禮拜我們提到了 就是到底教會裡面 弟兄相告 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那我想那個基本的原則 我想大家都已經知道 如果我們要審判這個世界 我們還要審判未來 這個整個所有的 包括那些墮落的天使 那我們的身份 我們的地位 既是這樣的尊貴 怎麼會把教會裡面的事情呢 告到外面的 這個畫面裡面去 所以各位同工 我再一次的強調 若是教會裡面 有任何的弟兄姐妹 有什麼紛爭 甚至可能在做生意上有一些的 彼此之間有一些的 這種所謂的 利益上的衝突 不好 把這個問題告到外面的 發言去 如果你真是一個相信神的人 你是一個真正經歷神 救恩的人 你應該把這個問題 帶到教會屬靈的領袖的面前 在那裡尋求判斷 你不是把它帶到外面去 那這個原則 我要settle下來 那將來你想要告 又是你的事情 跟我們有關係 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 我們如果明白這個真理 我們就能夠更加的謹慎 那第二個我提到的 既然教會很 人跟人之間很容易 有時候會有一些的爭執 會有一些的告訴 那麼我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要跟你的弟兄做生意 那你心裡最好 把哥林多前書第六章 讀個五六遍 讀完了你再做決定 那如果真的虧了 那怎麼辦呢 我還是覺得那個原則 帶到教會裡面 讓屬靈的領袖們做判斷 有沒有 那如果向弟兄借帶 我上個禮拜已經講過了 如果你真的要借給他 心裡面就有一個打算 如果對方反不了 就當作放信 幫助保羅 OK 所以你就在你自己可以的範圍 和能力的裡面 做你的工作的事情 好不好 OK 所以呢 所以聖經保羅說 凡事不可虧欠人 唯有彼此相愛 要常以為虧欠人 因為愛人的就完全要慮欠 所以凡事 我在這裡不是只有某些事 凡事都不要虧欠人 有人對我們好 感謝主為他祝福 有人對我們好 我們為他求上帝的恩典 但是這裡告訴我們 凡事不可虧欠人 有一件事我們要常常以為虧欠 就是覺得還可以愛對方更多一點 對嗎 你說牧師啊 各位 彼得來到耶穌的面前說 主啊 我原諒他七次 夠好了嗎 耶穌說什麼 耶穌說你要原諒他七十個七次 那意思是什麼 你說牧師我就慢慢算了 對不對 這個四百零一次 四百零二次 四百零三次是這樣嗎 不是 我們可以看到 七十個七次就是什麼 四百九十次 對吧 那四百九十次的意思是什麼 Forever 如果你還在算今天是第四百七十五次 那你就不用了 那你就根本連一次都沒有原諒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耶穌要我們是完全的原諒 所以在這裡看到有彼此相愛 要常以為什麼虧欠 意思就是說 主啊 我還能夠 愛那個人多一點 或者我還能夠為那個人做一些什麼事情 好這個禮拜 我有機會跟這個 陳媽媽分享 各位你知道 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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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憐憫 這兩個字 你們覺得 聽起來好像很像 那請問一下 同情跟憐憫有什麼不一樣 同情有為格 我高低的那種 你有把它看著給你 OK 連情是同理心 真的是 從愛一旁發出來 OK很好 還有沒有 同情跟憐憫 有什麼不同 好好像 在很多的時候 我們在字意上感覺 同情跟憐憫 看起來好像 因為如果說你同情我 我會覺得我輸 OK 好 那你憐憫我 好 好 憐憫 憐憫是從神來的 真正的就是愛他 憐憫 憐憐 那麼同情呢 同情是人的作為 人的作為 很好 還有沒有 同情 那比如說 我今天看到在 FREEWAY上面 有一個 太太帶著一個小朋友 好可愛的 我在跟她說 請幫助我 給我一點幫助 那麼我就把窗戶搖下來 給了她一塊錢 請問這是憐憫還是同情 同情 同情 憐憫 兩個都有 OK OK 我這個禮拜是這樣子 同情就是 sympathy 意思就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我看到她的光景 被她這種光景 所有一點觸動 所以呢 我就覺得 於心不忍 就給她一塊錢 然後呢 給了以後 我就開車就走了 對不對 這叫同情 但是不叫憐憫 憐憫是什麼 憐憫是 我看到她這樣的光景 我很捨不得 我覺得她在這裡 這樣的 她活的這個樣子 實在 實在是不應該 所以我的心裡面覺得 我要幫助她 使她活得更好 這叫憐憫 Amen 我捨不得她 她活在這樣的光景底下 繼續下去 所以我覺得 我需要做一些事 來幫助她脫離 現在這樣 這叫憐憫 同情給了一塊錢 快就 這是過去的 沒事了 你懂我意思嗎 那是同情 所以聖經告訴我們 耶穌從 在釋福音裡面 從來沒有寫 耶穌同情哪一個人 耶穌都說 聖經的耶穌憐憫那個人 所以耶穌憐憫她不會只是 你很可憐啊就走了 耶穌一定會轉化她的生命 一定會幫助她脫離這樣的光景 使她回到應該有的身份跟生命的秘密 Amen 耶穌憐憫那個婦人犯的罪對嗎 可能有人可以同情她 但是耶穌是憐憫她 所以耶穌把她挽回過來 Amen 所以各位同情跟憐憫是不一樣的 所以同樣的各位 我們在愛中以為虧欠 不只是同情 我們覺得主啊 我們可以為他們多做一切 我們的弟兄到海地去 這是同情的人 哎呀海地那邊很可憐喔 大家要同情他們 不是 他是憐憫他們 所以他放下學校的工作 拿自己的錢 帶到那裡去蓋學校 去挖井 去幫助那邊 看到了又於心不忍 現在要給他們加肉 不能只有吃白米飯 這是什麼 要改善 做出一些實際的行動 使他們脫離現在這樣的光景 這叫憐憫 Amen 所以同情心大家都有 但是憐憫的心 並不一定大家都有 你同意我的說法 基督徒 我們不要只有同情 我們要求上帝 把那個憐憫的心 放在我們的裡面 所以那個憐憫 進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做一些事 來改善 這樣的一個氛圍 你懂我意思嗎 Amen 所以我們需要上帝的憐憫 我們不需要上帝的同情 包括我這個人 我也不需要上帝的同情 當然我需要上帝的同情 但是我更需要的是上帝的憐憫 主因為你愛我 所以你捨不得我活這個樣子 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些事 把我的生命 他透過他的兒子耶穌基督 把我的生命轉化過來 這是上帝憐憫的 Amen 這個真理有沒有做到 所以各位 基督徒不要只有停留在同情 一定要有主的憐憫 所以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我們成了何等的人 包羅說 都是因為蒙基督的恩財在這裡 實在是我們蒙了神的大憐憫 我們今天才坐在這裡 Amen 若不是出於他的憐憫 我們早都滅亡了 Amen 所以各位 凡事都不要虧欠人 但是在愛 唯有在彼此相愛這件事上 要常以為虧欠 OK 所以我上個禮拜講到七 是藏著勢力與地位去勉強別人來讓 所以這個叫七 藏著你的勢力 藏著你的地位去叫別人做他們不想做的事情 但是呢 虧婦人是什麼 虧婦人就是從別人的身上佔便宜 從別人的身上得到我不應該得到好處 對嗎 這叫佔便宜 所以把這個欺壓跟虧負稍微做一些分別 好 所以立位記二十五章十七節說 你們彼此不可恢復 所以換句話說 怎麼樣 我可不可以占Jack的便宜啊 不可以 對啊 雖然他是我的弟兄 他也很慷慨 他也很可愛 但是呢 我不能因為他很慷慨 他很可愛 還有愛心 我就占他的便宜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裡說 只要敬畏你們的神 因為我是一二皇的神 所以在這裡可以靠負我們 不要虧負 該給的還是要給 預備 再來 也不可虧負那些寄居的 也不可欺壓他 看到了沒有 這裡出現了兩個字 虧負 也講到了什麼 欺壓 因為你們在埃及地 也做過寄居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 神吩咐以色列的關係 不要忘了 你們四百多年在埃及 受法老王的欺壓 所以今天呢 若有人 不是你們族類的人 住在你們 寄居在你們當中的 你們也不可以欺壓他們 而且不可以怎麼樣 虧負他們 所以我覺得美國解放黑奴 這件事情 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Amen 使那些寄居的怎麼樣 不可以欺壓他們 所以各位 基本上是根本沒有所謂 黑奴這件事情 聽過那一首歌嗎 Amazing Grace 對吧 John Newton寫這一封信 這首歌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un John Newton寫這首詩歌的時候 你知道他在什麼樣的光景底下寫這首歌嗎 非常非常非常 他其實是 John Newton是一個販賣黑奴的人 他自己就是販賣黑奴的人 到一個地步後來神使他整個的生命翻轉 看到他所做的是不公義的 不合神心意的 而他看到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在罪的裡面做罪的奴隸 若不是耶穌拯救了他 他也是一樣沒有盼望的 但是他自己居然是在做販賣黑奴的事情 所以後來他會改在神的面前 所以各位 不可欺壓你們 Amen 來家裡幫助你打手家裡的 你也不可以欺壓他 Hello Amen 每一次 師母有時候 久久就會請一次人家來幫我們家裡整理一下 每一次那些來的人 那些清寫工人 總是要泡咖啡啊泡茶啊 有時候家裡看有什麼點心啊 可以拿出來給他們吃 各位 我們應當這樣寬待 Amen 有時候我們家裡有多出來的一些的衣服還好的 這些的東西 我有些用的還好的 我們就送給他做的 對嗎 對 這是不肯欺壓 你們 不是 這個這個這個 計較 各位 求上帝幫助 所以在這裡讓我們看到 不要忘了 我們今天都是來恩典 因著神的恩典 我們今天站在他們面前 所以不可恢復 也不可欺壓 好 我們一起來念 來 你們幾不知 不利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苦 不要自欺 無論是淫亂 敗偶像的 堅硬的 做卵童的 青藍士的 偷戒的 貪婪的 醉酒的 辱罵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苦 愛你啊 怎麼辦 對不對 這裡面有幾樣 我們不要算 OK 你也不要舉手 但是弟兄姐妹告訴我們 這些人都不能承受神的苦 那麼在這裡告訴我們 你起不知不義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苦 弟兄姐妹我的重點就在這裡 這裡的不義子的是什麼 各位 就是下面這些 就是下面這些 那 我不要講別的啦 假設我有醉酒的 那怎麼辦呢 不就成了不義的人了嗎 認罪悔改 這個弟兄姐妹當中 有沒有人喝酒喝醉了 然後人家拖他回家 有啊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不能承受神的苦了 認罪悔改 認罪悔改 還有沒有 有人給人家偷金論兩 也是偷戒的 對不對 欸貪婪是什麼 貪婪有沒有 貪婪心裡面想就貪婪了 對吧 哎呀他有那部車 我有的話該多好 有沒有貪婪啊 有了 那我的問題是在這裡 誰見得了誰的苦 各位 所以在這裡 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 聖經告訴我 你們中間有人從前 也是這樣 各位 在我們不信主之前 我們其實就是 跟上面那些講 沒有什麼兩樣 對嗎 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靈 藉著我們神的靈 已經怎麼樣 洗淨成聖 而且怎麼樣 稱異了 所以請問各位 你是不是藝人啊 你是不是藝人 你是不是藝人 是 確定 可是每天還會犯新的罪啊 每天還會犯新的罪 OK 所以 OK 我們看講義 講義上個禮拜的第四 第四 page 第四段那裡 第四段那裡 保羅在這裡提到 不義的人 意思是指著 什麼 沒有信 主的人 我再說一次 是指著 沒有信 主 因為沒有信 主的人 生命裡面 沒有神的義 你懂意思嗎 所以保羅在這裡講到 其不知不義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果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 你難道不知道 那些沒有信主的人 沒有承受神的果 各位你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不信主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果呢 因為沒有神的義 在他們的身上 Amen 這樣聽懂了沒有 好 那我們信主的人 有神的義 在我們的身上 所以我們就可以承受 神的果 我們可以承受神的果 不是因為你的行為夠好 你有很高的道德標準 所以你可以承受神的果 我們可以承受神的果 是因為上帝的義 在我的裡面 所以我可以承受神的果 Amen 如果不是上帝的義的話 弟兄姐妹 我們當中誰比誰好啊 沒有 天下烏鴉 一半 對嗎 沒有誰比誰好 可能你比我好一點 但也好不到哪裡去 在神的眼光裡面都一樣 所以聖經在以色雅書告訴我們 如果不是神 若是神 若是神 咎查我們的罪孽 誰能夠站立得住嗎 如果神真的要咎查 神真的要搜尋 檢查我們的心 恐怕我們在座當中 包括我們沒有一個人 可以站立得住 但是今天我們可以站在神的面前 不是因為我的行為 而是神 藉著他獨生兒子 為我的罪捨棄 所以使他的義 使上帝因為罪所要滿足的那個公益 在我的身上 Amen 所以我要再說 你是不是藝人呢 你一定要勇敢的講 Amen 如果你不敢講說我是一個藝人 那換句話說 耶穌的死在死的架上還不夠救我這個罪人 Hello Amen 所以一定要確信在耶穌基督裡面 我是一個因性成為義的人 Amen 但是 各位 既然在耶穌基督裡面成為義的 會不會有以下的這一些事情呢 還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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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會對不對 那會不會承受神的果啊 就像說的 他說的 一定要認罪悔改 好 一定要認罪悔改 那認罪悔改了以後可不可以承受神的果啊 可以 我再說齁 我們不是不行這些事所以得救的 我們是因為信耶穌得救的 Amen 是不是受洗以後犯罪也可以經營 對 這個好問題 所以我的問題是非常好的問題 信了耶穌以後犯了罪還可以上天堂嗎 可以 只要認罪悔改 對 你在生活裡面 我 我沒有講說 不要悔改 聖經告訴我 保羅也勸我們一定要悔改 對嗎 如果在哥林多前書前面已經講了 那些勸禮勸不聽的人 就要把他們 帶他們如同什麼 外邦人嘛 你懂我意思嗎 欸 你們還記得我前幾禮拜講的課嗎 對嗎 但是我要承 我們必須承認的信的主以後 也可能犯這些錯 對嗎 但是若我們悔改 我們可不可以進神的國啊 可以 因為神的義人就在我們身上 Amen 哇 好不好啊 所以今天早上領聖餐的時候一定要說 主啊 感謝你 因為你的保險我潔淨啦 因為你的保險我成為義人 所以我可以進入上帝的國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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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要謹慎啊 保羅也在羅馬書第六章說 不要以為恩典多 所以我們就不斷地繼續活在罪的裡面 Amen 可以嗎 所以各位 所以保羅在這裡 你其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 指的不是基督徒信了主以後可能會跌倒軟弱的 不是 而是指那些不信的人 他們的身上沒有上帝的意義 去進不了神的國 同意嗎 OK 所以呢 保羅結束的時候他就說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處 凡事我都可行 但無論哪一件事 我總不受他的瑕疵 食物是會肚腐 肚腐是會食物 但神要叫這兩樣都廢話 生子不是會隱亂 乃是會主 主也是會生子 好我稍微提一下 凡事都可行 Amen 基督徒可以唱卡拉OK嗎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可以 可以打麻將嗎 可以 基督徒可以打麻將嗎 可以 基督徒可不可以到 拉斯維加斯拉伊拉 可以啊 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啊 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煙啊 不可以 好別說不可以 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煙 不可以 只要不受他的瑕疵 做什麼事應該都是可以 OK 欸 對自己沒有意志 對自己沒有意志 沒有意志 所以等一下上來 所以 OK 那等一下上來會以後 幫牧師買一包寶島囉 所以 所以我故意 OK 所以我的意思是在這裡 可行還是不可行的 沒有意志 我告訴你 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煙 可以啊 不可以 可以 如果他不可以抽煙 那麼請問一下 神給我們自由 自由 我們可以行任何事情 對 但是 看你對你有自己有沒有益處 OK 我都覺得 我覺得抽煙有益處啊 No 那你有沒有受他的瑕疵就是 本榜 那是抽幾根才算瑕疵 因為我不抽煙了 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啊 可以啊 可以嘛 那如果喝酒都可以了 為什麼不能抽煙呢 你不要傷害你自己的身體 你不要蓄酒 對 你的身體是 OK 好謝謝 那麼感謝主我 我謙卑不醉耶 不是 那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我告訴你 聖經告訴我們 凡事都可惜 凡事都可惜 那這個有一定的範圍 OK 跟罪是要分開的 你知道 你說 那意思是我犯罪都可以 罪就是罪 耶穌在這裡講的是什麼 請問一下 你喝酒犯不犯罪啊 醉酒駕車是犯罪 對嗎 對嗎 你抽煙犯不犯罪啊 OK OK 我不要再多講 越講越豬皮肉 OK 我的意思是在這裡 凡事都可行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 但不都有什麼 一處 對 保羅在哥林多前說 之後我們會再談 保羅說 凡事也都可行 但不都照教 所以那叫什麼叫做造假 我做這件事情 會叫我的弟兄弟 我寧可不做 我做這件事情 會這樣外包來說 哎呀你看基督徒也這樣 我寧可不要做 你懂我意思嗎 這叫做自由 什麼叫做自由 自由不是 OK 我給自由下一個定義 自由不是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叫自由 自由是我有能力選擇不做 這才叫真正自由 我再說一次 自由不是說我想做什麼就做 這叫自由 自由是我有選擇的能力不做 這才叫做 對嗎 我可不可以喝酒 可以 但我選擇不喝 有的人說不許喝喝喝喝 手就會動啊 可不可以去拉這個 當然可以拉 但一拉會上癮的 我就不做 一拉呢 這個Jack剛剛從旁邊走過 他就跌倒了 我就應可不做 你懂我意思嗎 Amen 所以我有選擇不做的能力 這才叫做自由 所以保羅說 那我就總不受他的什麼 瑕疵 什麼 什麼叫做瑕疵 瑕疵就是不做不行 嚇你能 不是啊 不抽 很痛苦啊 這個叫瑕疵 對嗎 但是我要抽也可以 我不抽也可以 那就不受瑕疵 Amen 我告訴你喔 基督教裡面有一位 非常非常有名的這個 這個 他寫了很多的書 甚至他的書 有好幾個都被拍成電影 這個是英國的C.S. Lewis 你知道嗎 聽過這個人的名字 C.S. Lewis 這個什麼 他拍那部電影叫什麼 好幾部電影 這個 我忘了 好幾部 還有你的 最近這幾年來 很有名的電影 都是用他的書拍的 C.S. Lewis 是基督教裡面 偉大的基督徒文學 文學作家 也是一個思想者 那我告訴你 他所有的 他的靈感 全部來自於 他的學家 他一抽學家的時候 靈感就來了 你說可以還是不可以 可以 你自己去想 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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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的意思 不要受瑕疵 Alright Alright 所以食物 是餵肚夫 吃飽是應該的 對嗎 吃撐著 就是不應該的 對吧 吃夠了就好 對吧 你說牧師 這buffet不吃很可惜 各位 肚夫是餵食物 對吧 食物也是餵肚夫 但是各位 這兩樣早晚都要廢去 不要忘了 生子是為主的 所以為了主的緣故 把身體鍛煉好 好不好 Amen 為了主的緣故 把身體鍛煉好 可以多做主的工作 也能夠叫這個生子 可以榮耀上帝 Amen 所以這個buffet在這裡 講了一大堆的以後 會講到這個原則 很多的時候 其實聖經很多 特別在今天 很多東西 聖經 在那個時代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你懂我意思嗎 聖經那個時代沒有唱卡拉OK 上網 上網 這些都沒有 但是可不可以 各位 你看到 我剛剛信主的時候 我們那個中華神教會 很傳統的五旬節的信仰 上面都有幾個受洗之前有十條 要答 要回答的 通通做到的 才可以受洗 其中有一點就是 不可看電影 真的 過去神教會的信仰裡面 認為看電影 是屬世界的 而且呢 是不可省心意的 但是我都寫YES 我知道 我承認就是我說話 為了要受洗都寫 哪有不看電影的 所以我們當時 很保守的信仰裡面 各位 很早期 十七十八世紀 聖節運動的時候 也是包括這些 都 包括你知道 你有沒有看到現在 在香港還有一些 教會很保守的 這些我們稱他叫做 姑娘 叫小 老小姐 不是修禮 他們還是 他們還是可以 但是他們穿的衣服就是 白襯衫 黑裙子的這種 各位你懂我意思嗎 他們到今天還是很保守的 你看到借我們教會 借我們教會 下午的這個 墨西哥教會 所有的姐妹進教會 全部蒙頭 全部蒙頭 所以他們還是很保守 但我的看法是 各位 他們認為那個時代 聖經是這樣寫 所以有這樣 如果蒙頭才對的話 那麼今天呢 在這裡面呢 只有許瑞婷蒙頭 其他人都沒有蒙頭 這邊只有他 合服聖經 其他人都不合服聖經 對吧 所以各位 有時候 真理有他的時代心 但是那個原則就是 凡事 多可行 但不都有益處 凡事 都可行 但是你總不要受他的傻子 也 也不要叫人跌倒 Amen 可以嗎 好 所以 常常問自己這個問題 過去幾年 在美國很流行 大家都有一個 這個這個 圈圈放了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是耶穌 他會怎麼做 如果是耶穌 你想你會不會在Las Vegas 在那邊拉那個吃腳手 老虎的時候 在拉的時候說 耶穌我來你現在得幾分 耶穌你掉多少下 問一問就好 Amen 如果你要進去那些 身色藏手 你說主啊 你跟我一起進去 你想主會不會進去就好 對吧 進Bar裡面 跟Bar Girl在那邊喝酒 在那邊 在那邊調情 你問耶穌說 耶穌你會不會跟我 主啊你要與我同戰 你想看神會不會聽這個禱告 What would Jesus do? 常常問自己這個問題 如果是耶穌 在這裡 他會怎麼做 OK 所以自由是基督徒信有的標記 不再受罪 和罪疚感所瑕疵 可以自由的運用 及享受神所賜的反應 Amen 但是我的提醒是 你有自由可以不做 Amen 如果你不行 你不能不做 換句話說 你沒有自由 Amen 好不好 我們就到這裡 好我們進入第七章 基督徒在教會裡面 結婚離婚再婚的問題 哇 其實我今天很想希望很多人來聽 這個是二十一世紀裡面 最嚴重的教會的問題 碰到最大的一個挑戰 基督徒的離婚率 比不信主的人的離婚率 只差一個% 只差一個% 所以換句話說 今天的教會裡面的離婚率 不見得比外面的人更好 這已經是今天這個世界最大的問題 但是我們怎麼看待 結婚 離婚 離婚 和再婚 請問一個問題 基督徒可以離婚嗎 基督徒可以離婚嗎 你說公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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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 我現在真的 實之無畏 不見了 氣之可惜 氣之可惜 可不可以離婚 公司 他真的很 跟他生活在一起是痛苦 簡直就像在地獄裡面的 可不可以離婚 照聖經 真理裡面才可以 照聖經的真理 那聖經的真理是寫什麼 就是 犯姊姊就可以離婚 犯姊姊就可以離婚 對方其中有一方 換了姊姊就可以離婚 對吧 其他人不知道 那其他人不知道 那麼基督徒可以再婚嗎 可以離婚就可以再婚 啊 能夠離婚的話就可以再婚 可以離婚 就可以再婚 但是再婚也是要在神的真理 那那個真理又是什麼呢 配偶其中一方过适合他才可以再婚 那个不叫做离婚 他现在讲再婚 那离婚呢 离婚就对方放进去 那基督徒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可以再婚 刚才有人说是另一方适合一个才可以再婚 那就很麻烦了 今天这个世界好像就是这样 现在为什么离婚有的是对方的酗酒赌活不顾家庭 这种情况是他不能够共同生活 他没办法 是我知道很多 对所以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什么样的理由可以构成离婚 对吧应该是这样 什么理由可以构成 今天各种理由都有 所以换句话说 各位我听说 最短的 现在一个礼拜就可以了 对 现在很多很多一个礼拜就可以了 离婚率非常非常的高 我告诉你最高的呢 整个亚洲最高的是台湾 因为一般现在的人 台湾比中国的离婚率还要高 而且台湾现在整个的婚率 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对 所以各位 你不要觉得这个事很简单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基督徒不懂得真理 就跟着世界的人一模一样 那我们开始来看 我觉得那个哥罗西书里面有讲到 基督徒家庭的原则里面和家的夫妻之间 还有在你的前孙第三章里面 妻子丈夫 对 很精彩 如果先生真的是以外遇 那 就把它离了 怎么觉得 是不是马上就离呢 神我觉得就是从这些神的外遇里面 让我们去思考 是不是马上要离 还是去先改变自己 然后再 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 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好 我们这个礼拜跟下礼拜都会谈这个 因为这个 第七章太多了 太多 我们一个一个 OK 我们先谈众欲主义跟禁欲主义 保罗写这种信的时候 是在希腊的背景里面 希腊的哲学里面有两种东西 也有两种东西 也有两种东西 是在希腊的背景里面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绝对的善跟绝对的恶 如果你练过哲学 你就知道有二元论的思想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现象界 或叫做物质界 所有物质界的 都是恶 那么呢 理念界的 就是 行而上的都是好的 行而下的都是坏的 各位交易到我意思吗 OK 理念界的 行而上的全部都是好的 行而下的 不直接的 全部都是恶 所以这个是 所以呢 希腊有绝对的二元论 绝对的善跟绝对的恶 一东西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 就造成了在当时 罗马社会里面有两派 一个叫做终欲主义 一个叫做禁欲主义 其实他们的来语是 OK 终欲他们认为终欲是对的 为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终欲 因为他们认为 我们这个身子 这个身体 是在物质界里面 所以这个 如果这个身体 是在物质界里面 那么这个身体是什么 是坏的 所以呢 赶快终欲把它败坏了 然后你这个身体坏了以后 你的灵魂就可以 进到永恒了 进到这个理念界里面 那就是善的 你懂意思吗 所以他们终欲的目的是 觉得应该要败坏这个身体 因为这个身体在物质界里面 是绝对的恶 所以他们就选择做欲 你懂意思吗 那另外呢 一派人称之为禁欲主义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 在这个物质界里面的 都是坏的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 禁欲 不让自己 进入那个templation里面 所以甚至到一个地步呢 就开始在 哥林多的教会里面 认为不结婚 是比结婚的更好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就开始产生了 这个问题出来 到底基督徒结婚 再婚离婚 是怎么看这个 所以就有很多彼此之间 不同的看法出来 所以这个是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保罗 在写这封信的时候 哥林多这个城市 又是一个非常 中欲的城市 我讲过 对吗 如果你在当时 哎哟 你看那个人好哥林多 你就知道 那个意思是什么 所以呢 我可以看到 他的背景里面 有这种思想在里面 受了希腊二元论的思想 OK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保罗在这里 一开始的时候 他讲到了什么 夫妻相待得到 好我们来看 第一集 哥林多前书 这里第七章第一集 论道 你们信上所提的是 我说男不敬女 怎么样 道好对吧 男不敬女怎么样 道好 我们的重点 就在这个字 敬 这个字 什么叫做男不敬女 这个敬 这个敬的意思是什么 在我的讲义里面有写到 这个意思是触摸 或者是贴近的意思 所以呢 那意思就是说 那我们如果说跟你旁边的姐妹一起握手 我们祷告 那就完蛋了 对吗 或者是说教会牧师说 哎呀弟兄姐妹彼此 只好一下那不就完了呢 所以 男不敬女 道好 到底这个敬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所以 男不敬女 不是指着男女普通的接近 而比较多的可能是指着男女之间肌肤之轻的事 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换句话说 保罗劝哥林多的教会 在男女之间的接触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好有太过亲密的关系 所以换句话说 假设我们怎么样 今天我们跟一个姐妹握手 可不可以跟一个弟兄握手 可不可以啊 可以 可以啦 对吧 因为保罗在讲的不是那个意思 All right 所以保罗在讲的是那个彼此之间 那种亲密的关系 OK 所以各位 在这两节节目里面 保罗提出了 避免淫乱的两个可能性的方法 第一个 消极的 就是 男不敬女 就是尽量避免那个什么 太亲密的关系 因为我以前 所以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你说做传道人做牧师都会做辅导 对吧 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到我们教会 我坐在这一排 他坐在陈妈那一排 我们就坐这样在聊他的问题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牧师你坐得太远了啦 你可不可以坐前面这一排 我一听了我就赶快跑了 我就跟他讲 我说对不起我先去做有一些事 那个是我很怕 这个 那个是我是单身的传道人 你懂我意思吗 我很怕 我不是怕他 是我怕我自己 各位你懂我意思说 我不是怕他 不是怕有问题 是我怕我自己 我曾经 昨天我还 前几天我还跟 跟贝尔斯一讲 我说全世界我最 我最不能信任的一个人 就是我自己 因为我知道我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原因 对吗 所以各位很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 避免 你消极的不要太靠近 你懂我意思吗 第二 积极的方面 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是不是 在第二节这里讲 可以吗 所以 在 英文的圣经里面 这里是说的 Let each man have his own wife 这讲的很简单 Let each man have his own wife 所以 半句话说可以有几个妻子 一个 你确定 各位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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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来 一个 不是多数的 可以 Amen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呢 保持婚姻最好的 避免淫乱最好的方式 就是一夫一妻 Amen 所以呢 你再回来看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是绝对神圣 男女借着婚姻的制度 结合是神所喜悦 也是神所愿 你同意吗 各位婚姻是神的idea 不是人的idea 各位第一对 第一对家偶 谁促成的 神嘛 而且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把新娘由爸爸带进去 到新郎那里交给新郎 这完全合乎圣经 是天父爸爸带着夏娃 到亚当的面前 交给这个男人 对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婚姻是神的idea 绝对 而且神赐福给婚姻 Amen 但是今天啊 在这个婚姻里面 这个 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在里面 我很希望 我已经很久没有讲这样的信息 我希望有点预备 这一方面 保罗说第二节说 但要避免 难不尽于道好 但要避免凝乱的事 那么换句话说 怎么样避免 第三个我要从第三节来读起 第三节这里说什么样 丈夫的 刚用合义之分带妻子 妻子带丈夫也要如此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丈夫 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妻子 这个什么意思 我在这里提出来 什么叫做合义之分 还有什么叫做主张自己的身子 OK 这两节的经文是在讲到夫妻之间互相尊重 特别是指着他们在性的生活和亲密的生活里面 不可以彼此恢复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回到这一节的经文 丈夫当用什么 合义之分 换句话说 应当用对的方式来对待你的配偶 在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里面 Amen 特别在夫妻之间的那种性生活里面 要用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做 Amen 但是我要告诉你 今天在基督徒里面有很多的人 不管是做妻子的做丈夫的 都不是用合义之分 我曾经辅导过在美国 我们就不讲 也不是在这个教会 在我之前的教会 有一对夫妻后来他们两个人 吵着要离婚过来来找我 谈那谈那的尝试到 原来这个先生呢 在还没有信主之前 常常喜欢去那种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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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什么叫做 top lace 你知道吗 跳脱衣服 上工的那种 然后喜欢看那种钢光 你知道吗 所以到后来结论会以后呢 那个先生总觉得 要跟太太有亲密生活的时候 总希望太太跳一段钢光 那起初太太也觉得说 刚新闻就觉得好玩 就去买那个 然后就在那边跳 后来太太就有点瘦了 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prostitute 好像是一个鸡鱼一样 就两个人就开始为这个吵架 那先生就说 他说你不跳一段 我就止不起鸡鱼 这就是什么 不是合一之分 你知道 所以我要 我常常跟很多人 年纪人讲 你不要一天到我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通常我做婚姻辅导 我们教会很多队 不管是这里的 老婆人的 Table City的 我做很多年纪的 我常常问他 我说请你告诉我 在夫妻之间的那种性生活的那种 那种概念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告诉你百分之九十八 都是从电影来的 都是从媒体来的 所以各位你知道今天的媒体有多落 有多堕落你就知道 百分之九十八的那种观念 是从媒体 那你知道媒体所传讲的东西 我前几天 我们这个教会 有一个年轻人来找 一个年轻的弟兄来找 我跟他讲完了以后 他忽然间喊铃铛 他说牧师 我们这些海外留学生 现在在这边 而来的海外留学生 男的女的都住在一起的 没有住在一起的 很少很少的 各位你不要惊讶 你告诉方面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就在二门 我不讲别的地方 他告诉我说牧师 很平常 第一 房租洁生 第二 叫一起煮饭煎 他都讲些好的 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谈到 到底怎么样看待 亲密生活性关系这件事情 我就写了两个字笔 一个叫做案 一个叫做性 我说你觉得这两个之间有什么不同 做案跟性有什么不同 你知道华人一讲到这个 全部说牧师跳过去 跳过去 以前在学校是不是都这样教 我没有人今天就是因为 教会不教 所以才产生这么多的问题 你都会认识 各位 我们这些都是阿公阿嬤 你不用怕 请问 叫性跟做爱有什么不同 做爱有爱的关系 做爱有爱的关系 性只有性的关系 在顾名思理对吧 看似说意 说这种 好 啊有没有 做爱跟性有什么不同 性是动物的本能吧 动物的本能 OK 有亲密关系 OK 还没有 我告诉你 我很喜欢做爱这两个字 making love 因为那个是两人很爱到一种程度 两人合为一体 那种enjoyment 你知道 各位 这种sexual life 是上帝创造给人 在婚姻里面一个极大的祝福 你同意吗 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 Amen 所以 当一个人在婚姻里面 与他的配偶 有这种亲密生活的时候 那是一种享受 Amen 所以他们在爱里面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叫making love 但是我要说 Do it sex 你在有 不在婚姻里面所做的事情 是什么 是sex 那意思是什么 各位他不会 我就问那个年轻人 我说 在婚姻里面的 你会越做越 越觉得一体的感觉 越enjoyment 你知道吗 越喜乐 但是当你在做性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罪疚感 不在婚姻里面的 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罪恶感 对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今天教会的年轻人 很多人就认为 没有关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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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做爱跟这个 不都是一样吗 我可以这样讲 你可以用钱买到性 你同意吗 但是你买不到爱 没有爱 你可以花几百块钱去找到性 去买个性 但是你不可能 真正有爱 你觉得一个人去到 跟那个妓女在那边 发生这种关系的时候 他们之间有爱吗 没有啊 只有cash right 那个没有爱在里面 所以后来我跟那个年轻人 在台湾以后他说 牧师啊 谢谢你教我这一课 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他们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同 There's nothing different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I will say 各位 丈夫应当用合宜之分 待他的妻子 妻子对他的丈夫 也是应该是这样 那这合宜之分 在你讲到 妻子没有权力主张自己的生死 那意思就是什么 你的配偶有需要的时候 你一定要满足他 你同意吗 Amen 你说牧师啊 今天应该是要 所有的年轻人来请才对 对 我们这些都已经老掉了 听这个做什么 OK 你听了也好叫年轻人 OK 你的问题是 I think 我这个好像也有引爆一个 神创造男的跟女的不同 男人是V9 你的是比较Emotion 所以我觉得男人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们是比较受性 他这个是Physical 而且是Visual 看就会产生观想 可是你的必须要有爱 有那个亲密的relationship 才会有sexual的relationship 对没错 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在 很大的不一样 对 在教育的话 I very appreciate you are teaching this topic 因为我觉得很多教会 尤其中国教会 根本不敢讲到这个问题 下个礼拜叫所有 有兴趣的都来听 OK 我一定会讲得很清楚 婚前守真 我真的我要告诉你 你那个问题我可能可以 下个礼拜有时间 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基本上我觉得 圣经告诉我 妻子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圣体 丈夫没有权柄 所以当你的配偶有需要的时候 你一定要满足她 但是重点就在干嘛 如果这个先生一天跳舞 要她跳干关舞 你觉得你能受得住 这不是叫合一之分 所以无论亲密关系 必须在上帝所说的 合一之分里面来进行 Amen 那不 人家说 Women come from Venice and men come from Mars 对不对 所以就不一样 是没有错 这个男人是比较visualizing 然后她不需要有这个什么 她不需要有这个process 对不对 她想要的时候就要 对吧 但是姐妹通常需要怎么样 需要一点的时间 需要培养 要warm up 然后要创造气氛 然后要如果今天晚上要 最好早上就讲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例子在里面 所以这个我下个礼拜 但是基本上我先 lay down一个foundation 这是圣经的原则 Amen 如果做妻子的 或者做丈夫的 你不能满足你的配偶的时候 換句话说 你是push她出去在外面 犯疑乱 有这个极大的可能性 这是你push她出去的 let me send this way Amen 所以做丈夫的做妻子的 不可以亏父 不可以亏父 所以 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人 今天很多的夫妻分房 这也有一个原则 圣经告诉我们怎样 要两强心灭的其他 才能分房 你懂意思吗 除非为了专心祷告 可以暂时分房以外 圣经鼓励我们不可以分房 暂时分房以后 人家要回去怎么样 一起住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五节 夫妻不可彼此什么 第五节说什么 讲义列里说 夫妻不可彼此什么 亏父 不可彼此亏父 不可彼此亏父 換句话说 他有需要的时候 要尽量的满足彼此的需要 然后呢 在这里说 除非两厢情愿 暂时分房 为要专心祷告方可 但是之后呢 人就要怎么样 同房 然后最后 第五节的末里有说 免得撒旦 趁你们情不致敬的时候 怎么样 引诱 看到了没 对吧 所以如果长期分房 对夫妻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 有很大的影响 Amen 所以除非要了祷告 要专心寻求神以外 圣经里面的原证 不鼓励大家彼此分房 而且你知道彼此分房 可能让双方其中一方 会很容易落入魔鬼的事 我说彼此 我说彼此 如果已经分房很久 怎么样 枕头拿着回去 很简单 对 I'm serious 我有分房 是我跟师父吵架的时候 很讨厌 就是不理他 但是这也是不对的 你懂我意思 我不经常 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对 我必须认罪 后来好几次 后来觉得 还是真的拿着回去 硬着头皮回去 对不对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要怎么样 要在没有日落之前 就解决这个问题 弄得又马上很辛苦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各位 但是这是圣经人员 对吧 圣经人士要怎么办 靠主的恩典 如果 我只能告诉你 这是神给我们的 基本上的教导是这样 好不好 好 下礼拜我们会谈到 离婚 读生 还有再多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